好 今天媒體刊登有關於台北花卉產銷公司 之前有五名員工涉嫌炸領農委會的補助款 然後現在他們已經認罪了 這件事情處長知不知道 局長知不知道 主祕知不知道 因為主祕是官股代表嘛 你們都知道對不對 呃 有這個一個消息對 有 消息 你真是輕描淡寫啊 當官當的這麼厲害 在107年發生這件事情 之後我們的常駐監察人 沾姓常駐監察人 發現了這個詐領的怡雲 他當時是不是有寫過純正信函來告訴我們市場處 說有這個問題 107年的時候我不是當處長 所以我並不太清楚 不過我知道這案子 局長都是同一個 主祕你那時候是官股代表 後來有走到這個一個司法途徑 那你知不知道還有主祕官股代表是哪一位 當年沾姓監察人是不是有寫過純正信號 告訴我們有這個事情 有 我們怎麼處理 我們跟董事長講說 啊你們自己處理處理的 我們希望人家私了 我們甚至還認為說 哎呀這是內訌 因為當時董事長就說 哎呀這個是內訌而已 沒有這件事 然後你們就希望說他們私了 是不是 你們做了什麼處理 監察人用純正信函告訴市政府 我查照了查账了這件事情 人家是用非常正式而且嚴正的方式來告訴我們 我們的方 我們的處理方法是什麼 你們自己處理路線 不要鬧大啦 不要鬧給人家知道啦 是不是 想要息事寧人是不是 局長 他們換來換去 你一直是局長啊 當年你也知道這件事情啊 我印象中我有請那個 許處長要做立即處理 但是後來 許處長退休前還高升了呢 許處長跟市長說 哎這是內訌而已啦 我們就是這樣子在監督的嗎 我們有百分之多少的股權 40 我們有40的股權 我們就是這樣監督的嗎 我們的官股代表有什麼監督權嗎 我們現在官股代表裡面 最高位階是副董對不對 他看得到公文嗎 他看得到嗎 你要不要下次請他來備詢 我們有 我們5個監察人裡面沒有任何一個監察人是市府的 我們的董事裡面還有懲罰局的阻密 好啦 你們這些官股代表什麼都不知道 沒關係 人家民間的監察人寫了純正信函 告訴你們 還是不處理 然後 那你們知不知道那一個揭發這個案子的生喉嚨 這個監察人 善盡職責的監察人 他最有什麼命運 你們知道嗎 知道嗎 局長 時間暫停 他們都不回答這是什麼意思 他們在玩123木頭人嗎 我可以做報告 最後那個監察人在董事長 那個強力的運作之下 最後被罷免了 沒有錯 黑到這種地步 連市府都助紂為虐 人家是常駐監察人 他善盡他自己的職責 發現了這個問題 不知道怎麼辦 用講的沒有用 用純正信函 因為他有他法律的責任 給了市府純正信函 給了許玄謀處長純正信函 我不相信許玄謀沒有跟你局長講 如果沒有的話 我告訴你 現在都要把他送到監察院去 好啦 你們沒有處理 沒有處理也就算了 讓那一個監察人在公司裡面被霸凌 最後被罷免 以後誰還敢查公司的帳 市政府你們有監督嗎 你們要這事成幹嘛呢 你乾脆送出去算啊 局長 柯市府裡面只有你最爽啊 六年都沒有換過啊 你應該是根深蒂固的掌握這所有的狀況啊 可以回答一下嗎 局長 不會覺得很丟臉嗎 的確我當初是要求市長處做處理啊 那的確後來我沒有繼續追蹤 處理就是叫他們私了 跟黑幫一樣 要他們私了 然後那一個深喉嚨就被砍了 就在裡面被黑幫圍剿 有沒有 關股代表到底盡了什麼責任 一點責任都沒有 你們有沒有領出席費 有沒有 有沒有每個月領八千塊的出席費 有 有嘛 這些業外收入領了以後 拜託也要盡點職責好不好 好 想要請問一下 現在的董事長是民股對不對 對 是嘛 讓產業監督產業 董事會是監督執行的吧 監督那個總經理CEO 他們執行層面對不對 董事會的組成是監督機關嘛 執行機關是總經理對不對 好啦 那你們讓業界監督業界 到時候就是分章啊 之前柯市長不是已經宣誓了嗎 董事長都應該是關股代表 有沒有這個宣誓 我們改選之後會把這個董事長改成關股 是 局長你講話非常有玄機 你就是把現在這個民股給他一個關股身份而已 換湯不換藥 是不是 通通預謀好了 是不是 橋好了 不是嗎 還是現在這個民股啊 換一件外套他就叫關股了 有這樣子在瞞天過海的喔 黑道穿上西裝他就變成好人了 民股穿上關股的外表他就變成關股了 他骨子裡面不就還是他們業界的嗎 不還不就是業者嗎 那柯市長之前的宣誓都是騙人的囉 喔我要把那個董事長都換成關股代表齁 才能做監督才能捍衛市府的權益 不好意思齁 就像黑道談妥協一樣齁說 欸不然你穿上我的關股代表好了 然後我們關股代表還少一席了 業界又多一席了 因為他本來是用他們的名額 現在用我們的名額 台北花卉產銷公司總共有幾席董監事 董監事加起來有幾席 根據做報告 董事的部分是21席 那監事咧 以前是9席現在是5席 加起來是28對不對 過去我在台北市政府的時候 不是21加2 21加我是26 26 好 過去我在台北市政府的時候 董監事是一起看的 我們的股權有多少 董監事加起來可以有多少席次 通常我們監察人裡面 也會有關股的在裡面 跟益說報告一下 就是現階段的就是 針對公司法的部分的 如果你等他董事你就不能當監事 對 可是我們會跟花卉公司協調 會請中立的專業的人 來擔任監察員 你們有嗎 沒有 你們就只是說 要把票全部投給業界推派的監察人 我們有40% 花卉公司那個建築物還是我們蓋的 那你們乾脆都送給業界就好了 什麼時候官商的關係到這種地步 市警局現在是黑白河流 那你們是什麼官商合作 是這樣嗎 整個市政府發生什麼事 苦林說民進黨的根都爛了 我看現在台北市政府也差不多了 人家寫了純正信函 你們置之不理 然後結果讓這個生喉嚨被罷免 然後董事長你們讓業界的當 為了美化他讓他批上官股的代表 監察人你們讓業界的推派 還要求官股代表都要投給這一個 業界推派的監察人 好啦那你們知不知道 現在這五個人認罪了 代表真的有這個事嘛對不對 那你知不知道他們的律師費是誰出的 董事長要求由花卉公司來出 花卉公司的員工去乍領上級主管 就在農委會的補助 然後律師費再由花卉公司來出 這形同什麼 喔 拍謝 他們的詐領其實是公司示意的 是這樣嗎 所以有事公司來當 好有益氣喔 誒說真的你們可以那個嗎 台北市政府如果有公務員涉貪 而且證實 請問一下他還可以申請司法補助嗎 不可以嗎 是 那花卉公司就可以啊 五個人集體去詐領 詐騙農委會 然後律師費可以由花卉公司來出 欸 觀古代表 兩位 你們可以接受喔 因為之前還沒判刑確定嘛 所以之前他們有提出說 是在由那個公司那個出 那現在如果有確定的話 我想這部分我們會在董事會提出來 那個釐清 所以局長你現在知道了齁 讓業界的擔任董事長就是這樣 都自己的朋友啊 都自己熟悉啊 說不定他自始至終也知情啊 所以當老大的要有益氣啊 市府的監督機能到底在哪裡啊 局長你要不要政策宣示一下 不要都皮皮的站在那裡好不好 那個我們會請那個 觀古代表 就是那個長董 在董事會 做必要的一個要求 什麼叫必要的要求 還有你們是不是已經都說好了 喬好了 就是讓現任的董事長 批上觀古代表 來滿足柯市長對外的政策宣示 就是這個四大公司通通要是董事 總市長都要有觀古的身份 是不是打算用這種瞞天過海的方式 觀古代表他的好處是 如果不配合市府政策 我們當然可以做調整 他跟業界的 他來當董事長的意義是不一樣的 沒有嘛你就回答我嘛 這喬好了嘛 就是還是用現在的人啊 給他批上一個觀古代表 不敢說了嘛 對啊喬好了啊 所以有什麼意義呢 好時間暫停請回座 丟臉 請翡翠水庫 局長 一座好 局長請問一下 雖然最近有一點點小雨啦 但是對翡翠水庫的淨水量是沒有幫助的 我看已經突破 然後蓄水量已經低於七成了 從今年光是今年 我們的翡翠水庫已經少了大概四分之一的水量了對不對 四分之一就是 從95 蓄水量從95.4% 掉到現在剩69 不是四分之一嗎 是 你自己去局長 你應該每天都緊盯著那個水位 難怪人家說台北市是水豪 都不用限水的 也沒有考慮節水 甚至你連水位下降的這麼嚴重 你都不知道 一直在下降 不過四個多月耶 五個月而已耶 你是提公佩啊嗎 你知不知道接下來會不會下雨 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那你能不能要求他下雨 不能 是啊 那你為什麼好像都一副 沒金沒藥的樣子 連水位剩下多少都不知道 好下一頁 台北市上一次很嚴重的限水是什麼時候 你知不知道 九十一年 對 2002年馬市長的時候 他的趨勢圖跟現在很像 一月份的時候 看起來水都還很多 水位都有160公尺以上 一月份的時候 然後接下來就一直下降一直下降 一直下降 到了七月的時候 翡翠水庫的蓄水量只剩下十分之一 因為後面會越來越快 我們還有支援別人 當年還沒有支援喔 當年還沒有支援新北市 對不對 當年還沒有支援板新 對不對 有 少量 很少啦 那個很少 2002年很少 三十幾萬 對 三十幾萬 現在是八十萬 現在 一個月 我們資源都大概是 兩千萬噸以上 每天八十一萬多 對不對 一個月兩千多萬 好 我們今年支援板新水的水 比去年同期都多了兩成多到三成 對不對 是 照這樣子喔 沒有淨水 水又一直出去 我們又沒有節水 是 局長 你什麼時候才會跟市政府提出警訊 你認為水位要到什麼時候 台北市 要開始考慮第一階段的 不管是公家機關自己的限水 節水也好 或者是你要有政策宣示說 台北水情吃井 你認為水位要到什麼時候 是 跟郁作報告 我們回淨水庫有定一個 枯汗的預警的機制 那這個機制呢 是以現在的水位 我們 尤其是現在 我們每天都會看未來三個月 依照氣象局的資料 你連現在的水位是多少都不知道了 現在的水位我知道 沒有啊 剛剛我跟你講少25%你就認住了 因為我不曉得你的計算方式 你不知道你一直到今天 不知道五個月前的 我告訴你說今年啦 五個月前 好沒關係 你直接回答 水位 蓄水量要到多少 台北市就有水情的問題 每天我們在觀測這個水位 而且會預估未來三個月後的水位 如果這三個月後的水位 會達到綠燈 綠燈就是所謂水情的提醒 那這樣子的話 你給我們數據好不好 誰聽得懂綠燈 因為我們水位會變啊 對 就是水位要降到什麼地步 才是到底 包括一座 綠燈的線也是會變的 因為 風水期 它就綠燈的線 它會比較高 風水期 綠燈的線會比較低 那七月是什麼 如果以今天 五月六號 今天我們的水位是 158 157.94 那預估三個月後就是八月十號 我們預估的水位會是153.6 你是指有進水 就有進還是沒進的情況 都沒下雨的情況 我們以氣象局的長期預報的資料 來預估的 氣象局的預報去年你們就一直有收到這個預報就是都沒有下都不會下雨了接下來都不會下雨了都是準的 是 所以你們預估三個月後會到 153.6 好那沒關係 那你還是告訴我 到底水位到什麼情況之下 你認為會蓄水量到百分之多少會有問題 你會對市府提出警訊 是 我們如果會碰到綠燈的前兩個月前三個月我們會看狀況就會跟市府來提出報告 到了八月你認為綠燈是多少 八月綠燈是132也就是我剛剛跟一座報告的我們預估三個月後是153 在八月份那個時候的綠燈我們還比它高二十幾公尺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你現在預估三個月後會有153 3 可是如果以風水期來說是130幾 那時候的綠燈 那時候的綠燈 目前我看起來是沒有問題 就是即便這樣一直支援板芯下去也沒有問題 那板芯會不會要求我們支援越來越多 因為石門水庫的水越來越少 我們最多量可以再繼續支援下去嗎 目前就是最大量在支援 就不會再多了 不可能 也支援不了了 是 就是目前的一天大概超過2400萬噸 不是一天 一個月2400萬 一天80萬噸是我們的極大量 是 那如果說新北要求呢 現在的管線沒辦法送那麼大的 大於81萬噸 所以這就是我們最大的極限了 我們願意幫別人 可是這是我們最大的極限 好 那請這個局長要注意這件事情 因為我上一次已經質詢過了 台北市公家機關的用水毫不手軟 大家還是想用就用 我們第一階段就算沒有要影響到民生 但是公家機關總是應該要先注意吧 可是柯市府到現在 我看了這兩個月 市長找 陳惠裡面 沒有探討任何缺水的議題 一副好像 那是白人家的事 台北就是天龍國 沒有任何缺水的可能 連說提醒說 我們公家機關的用水 自己能省則省 要用回收水來做一些事 都沒有 這兩個月來 柯市長完全沒有提到 考慮到任何水的問題 這種水豪的心態 我真的是覺得 有水當師無水苦 好 時間暫停 請回座 謝謝 謝謝